店开了多久了一年了 去年做了多少营额 去年商业份到今年2月底的话就刚好145 你是个天才啊 你让我我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到这样的地方来开个店啊 你是我这么久连麦看了这么多位置最差的 并且你还能挣到钱的一年还能搞145万的呀 你是卖什么的呀 做烤漏的 你走到你的店门口去吧 你旁边这个是一飞气堆吗 这个是飞气的了 你这个位置我看起来怎么这么偏啊 你是哪个地方 这个店铺多大面积 150平 这个店开了多久的啊 一年了 去年做了多少营额 去年商业份到今年2月底的话就刚好145 真的假的呀 真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 当时是仓库 你给我讲的是实话吗 就这么一个地方你去年干了145万 是实话呀 等一下你的客人从哪过来啊 从车 你走出去我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都是停车的位置 这随便停车嘛 随便停 你旁边这些还有店吗 目前就是你看到的这些 这是啥呀 你这走出去两边都是居民区吗 你这个平时没人才 没有人的 就说大家如果不是到你店里面来 根本不会到这来嘛 是 我的天呐 姐 你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 负责 大家来你这吃烤肉 走到这个门口这会不会怀疑 是不是走错了呀 有没有这种人啊 有很多 你这门口哪个地方有什么标识吗 不怎么显眼 你走出去我看一下主街道在哪啊 有多远啊 有50米吧 这不是我们的主街道 但是大家就从这个口子进去嘛 对对对 好往回走吧 然后大家要穿过这么一个巷子 还过这么一个道闸 然后还经过这个就像垃圾堆一样的房子 快倒快倒了的这个房子 才能到你的店上 对 你今天多大了姐 我今年32岁了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开奶茶店的 差了五年了 以前开奶茶挣钱没有 挣钱了 当时后面为了开这家店 我把奶茶店装给别人了 那你去年挣了30万有没有 20多万 应该有20多万 30万肯定没有 因为我是负债的 我现在负还没还清呢 就开这个店的时候是负债的 是不是 是当时这家店投了50多万 50万 你是加盟店吗 自己去学习 然后自己来开的 就是钱这些全部花在了装修上 是不是 对 那问你一个月下来 平均能做多少英额 12万一年下来的话 每天是4000 毛利率有多少 可能50% 也就是说每天大概有2000块钱的毛利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一年的话 每个月是2750 每天的租金才91块钱 边上几个人呢 厨房师傅三个 阿姨一个 兼职的阿姨一个 全职的服务员有三个 兼职的服务员有两个 10个人 一个月的人民工资多少钱 到底要3万 也就每天是1000块钱的人工 水天气大概多少钱 3800到4000 给你算150一天嘛 固定花销1241 一天是2000的毛利 平均下来每天能挣759 一个月下来能挣22770块钱 我的妈呀 你是个天才啊 你让我 我都没有这样的勇气 到这样的地方来开个店啊 你是我这么久 连外看了这么多位置最差的 并且你还能挣到钱的 一年还能搞145万的呀 你这个店你是做了很多营销吗 没有 更多的也是客人自己带客人过来 这么差的位置 没做营销 你把生意做钱了 一开始怎么散播出去的 就是自己朋友圈发呀 就说筹费了一家店啊 然后要开业了 然后他们会打电话过来定位置 然后那两个月是每天都定满的 你是在搞私域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呢 没有说专门的去做私域流量这一块 你那个圈里面有多少人啊 之前 日常的朋友还是怎么样的 都是客人 以前就很喜欢到我们店 买棒黄啊 买奶茶的客人 然后做了五年嘛 口碑还不错 还有就是好奇嘛 想过来尝鲜的客人也蛮多的 好的 你当时每天发几条朋友圈啊 七八条啊 所有啊都有 都没人搭理我 你就只管猛着发 对 我就只发菜品 你开业的时候卖多少钱 你跟我说 第一个月是做十二万 第二个月是十七万吧 好像 你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生意不稳定是不是 对 不管是私域也好 还是走营业也好 大众也好 点评也好 我都想冲到榜 也想说在今年好 怎么样做到时候 营业可以每天稳定 在五千以上 好的 也就是说做私域 其实你不是很专业是不是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好的 明白 你现在周末的生意应该都还行 主要是平时生意 是这个样子吗 是 像一般中午这些都没有人嘛 主要是晚上嘛 你现在到店来的几乎都是预定是不是 如果是节日的话 是吧都是预定嘛 平时的话可能就是预定的人会有三分之二 然后没有预定的人说职业过来的有三分之一 你觉得你这个店的卖点特色是什么 在冷军80左右的时候 就在我们这边可以吃到一些很不错的菜品 那你走到门口那个地方 我看你的环境是不是装的还可以 就整个店内的环境就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你的产品是不是颜值这些还很高啊 还行吧 在网上哪能看得到吗 抖音和美团都看得到 你走到店门口去吧 你现在你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然后有一些客人需要我给他安排 拆屏啊之类的 我也会做安排嘛 之后的话就是检查我们前厅的一个准备工作啊 一个卫生工作嘛 然后我们厨房的一个品控嘛 OK 从你整个店的装修布局来讲 其实你就是奔着网红店去的 位置商圈这些客流都很差 所以说你这个店你能做起来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的产品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是一个社交性的餐饮 大家开车能到这来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足为奇 你这个店为什么能做得起来 第一首先你去戳中了一些消费者的点 你在这么一个破烂的环境里面 不然有这么一家店横空出现 这种反差感给人的视觉冲击感是非常强的 你这个店在你们县城来讲 其实你就是一个网红店 你的环境 你的菜品 你的味道 其实目前来讲 整体来讲都还做得不错 但是不够系统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做思域这个事情 是因为你以前积累了很多的奶茶的一些固定的客源 也都是本地县城的 而这些都是很准的消费者 所以说你再去发这么出圈的一些照片 能吸引到大家 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其实做的不够细 可能想着什么 你就发了什么 这是第二 第三节 就是说你现在其实还是在某一个圈子里面 在流传 在县城圈子很小的 今天这几个朋友 可能就会互相去分享 我们说的人传人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相信你这个店的整体的曝光量是不够的 你现在是平均能做到4000 你按照我说的 我能让你把这个店做得更好 你能挣到更多的钱 如果做到6000 做到7000 能不能成为你当地的老大老二 老大成不了 但是老二肯定没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 节怎么去做 第一个节 从产品力的角度上来讲 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某团上的那些照片图片 我觉得从摆盘颜值上来讲 过得去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增加一些新品进去 就是我定期的 比如说我增加一个爆冰 我增加一个绵绵冰 我增加一些手打柠檬茶 我增加一些罐罐奶茶 我增加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或者我增加一些冰粉冰糖盐 可能还有一点小点心 但是这些小点心 我还可以去增加什么 我的下午的一个营业时间段 比如说他今天下午 他本来就没事 县城今天玩的地方非常少的 他说我想找个地方坐着聊聊天 比如说他定的是晚上的烤肉 但是你可以下午来品尝一下我的甜品 他可以提前一个小时 可以提前两个小时 可以啊 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营业的 我们最后不间断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闲时流量没起来 比如说你的中午 比如说你的周一到周四 那你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 怎么去弄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请两到三个当地有名的达人 到市里面去找 不是卖团购券 而是做品宣 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过来 直接能把你整个县城的人群 可能大概率的覆盖碗 做这种大的曝光 第二个 今天我们是在什么 我们在短视频时代 我们在流量时代 你自己应该站出来 做IP 做直播 做短视频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你的位置是很差劲的 你现在所有的流量 全是同有介绍 或者等等过来的 那你就还必须要去增加你的曝光量 通过公益流量搞进来 然后导到你的私域 然后再从私域不断的去转化 营业额是等于客流 乘以曝光经典量 乘以客单价 你的曝光量越大 到店的人就会越多 那到你这来消费的也就会越多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我待会让助理给你发一个 同城流量的课程 发到你群里面 你直接去学 怎么拍 怎么发 怎么剪 包括产品图 怎么去拍 怎么去拍一些细节 拍个十天半个月呢 直播 你比如说你现在镜头右转 我是现在考证的老板 我在这么破的地方 来镜头再转回来 我开了这么一家店 那是感觉有点感觉 那就可以去拍很多这样的视频 这就是一个反常 短视频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反常 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给做起来 这是公寓 第三个私域 每个到店的顾客都要添加上 每一桌的对吧 谁给钱的或者怎么样的 你都要问他们 你要去做精细化的私域运 甚至你每天来了 顾客感觉怎么样 你都要问他们 今天有没有什么 我们做的不到位的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一些意见 跟我们提 你这个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老板娘非常上心 他能记得住你 第二个 你现在还缺少什么 系统化的私域的运营方案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每个月都有节假日 节假日 我能不能 我都去推出一些活动 比如说今天是3月7号 对不对 那你正常来讲 你3月4号5号 你是不是就应该宣传 今天的女生姐 爱她就请她吃大喜烤肉 你能不能提前 把这样的口号 在你的私域圈里面 把它推出来 现在的消费者是什么 你要给她一个 来下单请客的理由 她也许今天 没有想着说吃这个 但是你今天给了她一个理由 OK她来了 就是你要有定期的 我就要开始做这种 大型的这种 节假日的这种营销 去刺激咱们的用户 第五个点 你是闲食的时候 生意一般 那么你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要去推你的闲食套餐 比如说我周一到周四 我生意很差 那我周一到周四 我再去推的时候 我就可以适当的搞一点折扣 比如说我搞个9折 8折 我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 你不断的去转化 然后生意好起来了 你就得想办法 在周围开始扩了 你解释了吗 有啊 隔壁那块穿裤 就是留着扩的呀 我还有一个是 我在管理这一块 其实也很劝切 每天把自己累得更牛马呀 你现在是什么事情 都在自己干 你是老板 你是服务员 你是后厨 甚至有时候是维修工 可能都是你 如果说能交出去都交出去 就是你去你一个 SOP的这么一个 标准化流程出来 每天每个人的岗位是什么 落到具体的事情上 谁负责什么 谁负责什么 大家怎么交接 怎么对接安排到人上 这个事情上出的问题 是谁来负责 你这样来讲 你整个店相对来说 你会轻松一些 然后你自己有时间 有精力来做运营 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 工资体系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什么 咱今天的银额突破多少 我可以当天 我适当的给一定的 现金奖励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 忙到最后就很累嘛 就很皮的嘛 那没关系 对吧 我们实时的业绩 4800了 咱今天冲到6000 还有几桌扣人 还在门口等着 咱们抓紧 这个东西做好 把流程梳理出来 你把自己的时间挪出来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勇哥 没事哈 再见 好的再见